台湾太魯阁族自治协会在28号正式成立 那么参与成立协会的花林县政府原民行政处 独顾撒运表示 新的立法院会会即将在2月1号展开 同时也会说明 宣导原住民族自治的五大重要法案 希望能够透过协会和中央部会立法委员 来进行双向沟通 共同来迈向自治的理念 争取原住民族的权益 台湾太魯阁族自治协会在28号正式成立了 全程参与成立协会的花林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独顾撒运 与其写理事长能够和中央部会协调 同时也寻求新的立法委员的支持 来推动原住民自治的五条重要法案 能够组织通过 无论原住民族自治法之外 我们还有四个法律非常非常的重要 希望能够赶快的通过 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呢 是这个土海法土地与海域预防跟土地有关 第三个也跟土地有关 就是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开发管理条例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办法是行政规则 所以大家要争取保留地很困难的原因 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法律 所以第二个跟第三个都是肯定 第四个是原住民族学校 那么教育如果也能够自治的话 我想会很多包括文化也好 对政治也好对经济也好 有更多更多的帮助 最后一个就是法律 原住民族法律事件法 那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原住民的 因为文化习俗这个核心的概念 跟主流出来也许不一样 大家常常会触法 所以定定一个法律事件法 来特别保障在原住民的基本价值观念下 定定出来的法律比较符合原住民的本身 也不会因为很多的不熟悉 误触了主流社会的法律 所以这五个包括自治法 都是原住民的社会 现在需要赶快通过 也希望立法院马上就有新的立法成员 合约票就要上班 也希望新的立法委 赶快让原住民这五个法律 包括原住民自治法赶快的通过 那么泰鲁格的自治 还有我们原住民其他输民的自治 也赶快能够上路 读过小言表示 2月1号新的立法院又是新的气象 泰鲁格组织协会理事长和决定会员们 希望能够建构好沟通平台 县长徐政会也会带着支持 共同来为自治的理念来努力 记得久不见